台湾捐赠口罩 支援印度对抗武汉肺炎疫情 一箱箱贴着台湾能帮忙 以及向全球医护人员致敬标语的纸箱里 装满台湾制的口罩 总数100万个 最近抵达印度 驻印度代表田中光代表政府 捐赠其中95万个口罩给印度红十字会 其余5万个口罩交由驻印度东南部青奈办事处 捐赠当地有需要的团体 田中光强调疾病无国界 台湾防疫有成 有能力也愿意向全球分享经验 直至今 我们已经赚了近20万万个罩 全世界 我们也用了电话 来与所有医疗和医疗 和医疗和医疗 和医疗和医疗 来分享我们的经验 印度红十字会接受捐赠 表示第一线工作人员必须到社区和市场面对人群 从事医疗服务 防疫宣导 和分送食物 非常感谢台湾提供口罩协助 保护他们免受病毒感染 印度目前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逼近6万例 为了控制疫情 为了控制疫情 印度已从3月下旬实施全国封锁 两次延长封锁期 站定17号结束封锁 超市记者康世仁新德里报导 好 用似疗 出证装